这部影片中,我们会说明如何使用Pixel手机拍照,以及在相机应用程式中使用其他功能。 如要使用相机,请按下Pixel的电源键两次,或是开启相机应用程式。 Pixel手机具备用来拍摄前方景物的后置镜头,还有自拍用的前置镜头。 如要切换前置和后置镜头,请轻触左侧的切换镜头按钮。 轻触不同的缩放等级,即可快速变更前置和后置镜头的缩放设定。 或者你也可以按住控制项,然后左右滑动滑杆,精准控制缩放设定。 如果使用Pixel 7 Pro,当你将镜头画面放大到非常大时,相机就会开启稳定与追踪功能。 轻触拍摄目标即可对焦。 主要拍照,请轻触拍摄按钮,或按下机身侧边的调高调低音量键。 主要使用肖像模式拍照,请轻触底部选担中的肖像。 再轻触拍摄按钮,肖像模式可以拍出前景深的相片。 Pixel 7 Pro具备微距对加功能,可以拍摄细节夫妇的特写相片。 只要将镜头贴近拍摄目标,相机就会对焦在细节上。 当画面上显示对焦环和微距图示,就表示正在使用微距对焦功能。 夜视功能可以帮助你在昏暗的环境中拍照,比如在夜晚拍团体照,或是拍摄夜空。 夜视功能可以在几秒内拍出曝光时间较长的相片,让你在光线不佳的环境中仍能拍出好相片。 当相机自动侦测到环境光线不足,拍摄按钮中央就会显示夜视图示。 保持手机稳定不动,轻触拍摄按钮,在拍摄完成前请勿移动手机。 Pixel相机还提供动态削像模式。 在这个选单中,你可以找到动作摇射和长时间曝光选项。 长时间曝光会对观景窗中正在移动的拍摄目标加上模糊效果。 只要将镜头保持静止不动,即可使用这项功能捕捉动作瞬间。 拍摄好的相片会加入相机胶卷。 如要存取相机胶卷,请在右下方轻触最新拍摄相片的小型预览画面,或是在主画面开启相簿应用程式。 在相机胶卷中,你可以编辑相片并与新有分享。 现在你已了解如何拍摄相片及使用相机应用程式的其他功能。 如要进一步了解Pixel手机,请观看其他影片或造网说明中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